这一进门 老和尚说 你进去说一声 跟你爸妈说 说来一和尚 想进来跟他们说点事 我待会等你叫 蹦蹦跳跳 小带着宗教进来了 参见爹娘 就出去练去了 练去了 上河边练去了 挺好 饿了吗 不饿 我还给您带一客人来 带一什么客人 这人在外边等着呢 是我救的 一个老和尚 你往家带和尚干嘛呀 不是 和尚说非要见见您 见见我娘 这和尚说跟我一样 他脚心也有红毛 老爷一听 这脸呱呱就掉下来了 这么不是 我脚心怎么就没有红毛呢 为什么来个和尚说脚心有红毛 不是啊 这个和尚在哪呢 咱们跑了 他说让我跟您说一声 您让进他才进来了 好像很谨慎的样子 在小夫人那 别胡说八道的 我说叫您进去吧 哎呀呀呀 打外边 小孩出来 被老和尚叫进来了 这一进来 施主 这个贫僧打扰了 带尚父亲看看他 怎么呢 数字太大了 六七十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没别的 贫僧打扰 这个我来是说一件事情的真相 除了带聪 屋里这几人全傻了 突然也傻了 这哪的事这都是 老和尚你别胡说八道的啊 老和尚